有请金星传导来为我们传讲今天的信息 信靠耶和华不必惧怕 弟兄姊妹平安 我发现我们教会里的网球爱好者还不少 所以我们今天来先看一点关于网球的事情 我想熟悉网球的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 对于网球运动员来说最高的荣誉就是大满贯的冠军 在1989年的时候 美国的华裔名将张德培 他是获得了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 当时他只有年仅17岁 截至目前为止 他有一项记录还没有打破 就是最年轻的男子大满贯单打冠军 这个记录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人来破掉 他当时以年仅17岁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选手的身份 当时他对阵的一个个的对手都是非常厉害的 相当于像巨人 首先他是先淘汰了后来的一代球王桑普拉斯 当时桑普拉斯并不出名 后来他在16强的比赛当中 他遭遇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伦德尔 就是我们现在图片上看到的这位 当时的这场比赛呢至今都被誉为是网球界的一个世纪之战 伦德尔呢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高也很高大 而且他当时是世界排名第一 有着丰富的战绩的经验 张德培呢出出茅庐 身材也很矮小 在五盘大战之后 对张德培是作为一匹黑马暴冷 在赢取了这个伦德尔之后 后来他还后面还有好几场比赛 一直到了决赛 决赛他当时对阵的是埃德伯格 埃德伯格当时也已经是赢得过三次大满贯的冠军 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 最后就是出乎意料的是张德培又赢了 他赢得了当时的那一届的 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大满贯的冠军 张德培他也是一个基督徒 他自语是拿着网球拍 奔走世界各地的一个传教士 那也是感谢神记者 他可以到世界各地参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他可以来代持服侍神 那讲到这次的世界大战呢 世界大战他经常呢 喜欢用圣经里的一个故事来比喻 就是大魏战胜哥利亚的故事 对 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 是记载在《撒马尔记》上17章 我们现在呢来听一段 今天的经文的戏剧圣经 大魏对扫罗说 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式人胆怯 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式人战斗 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式人战斗 因为你年纪太轻 他自幼就做战士 你仆人为父亲放羊 有时来了狮子 有时来了熊 从群中嫌一只羊羔去 我就追赶他 击打他 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 他起来要害我 我就揪着他的胡子 将他打死 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 这未受割离的非利式人 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 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 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式人的手 你可以去吧 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 将铜盔给他戴上 又给他穿上铠甲 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 试试能走不能走 因为素兰没有穿罐 就对扫罗说 我穿戴这些不能走 因为素兰没有穿罐 于是摘脱了 他手中拿杖 又在膝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 放在袋里 就是牧人带的囊里 手中拿着甩石的鸡弦 就去迎纳非利式人 非利式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 拿盾牌地走在前头 非利式人观看见了大卫 就藐视他 因为他年轻 面色光红 容貌俊美 你拿杖到我这里来 我岂是狗呢 非利式人就指着自己的神 咒诅大卫 来吧 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 平野地走烧吃 你来攻击我 是靠着刀枪和铜锡 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 我必杀你 沾你的头 又将非利式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野兽吃 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 以色列中有神 又使着众人知道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 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非利式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 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式人往战场跑去 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 用鸡弦甩去 打中非利式人的鹅 石子进入鹅内 他就扑倒 面浮一地 这样大卫用鸡弦甩石 胜了那非利式人打死他 大卫手中却没有刀 大卫跑去 站在非利式人身旁 将他的刀从撬中拔出来杀死他 割了他的头 非利式众人 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 就都逃跑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 追赶非利式人 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 被杀的非利式人 倒在沙拉因的路上 直到加特和以格伦 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式人回来 就夺了他们的银盘 大卫将那非利式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 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 好 以上是神的话语 感谢神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你是至高的神 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你是带领我们的神 你是掌权的神 亲爱的主耶稣 祈求你 祈求你让我们对这一段的圣经 有更加的明白 更认识你 全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 来看你的话语的时候 更加的能够亲身的感受到 主你与我们同在 你就在我们身旁 你的名相近 你离我们并不遥远 主啊 我们今天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学习工作当中 我们也会面对不少的巨人 不少的强大的敌人 主啊 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像以色列军那样害怕 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想当逃兵 主啊 但是在这个时候 祈求你的圣灵 光照我们的心 知道我们是信号耶和华的人 我们是有神的启示的人 因此我们不必胆怯 不必惧怕 主耶稣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慈爱得圣的名求 阿们 我们来接着看 今天的这一段的 这一章的经文 首先呢 在这张经文的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这张经文里头 我们重点看三个人物 一个是哥利亚 一个是扫罗王 还有一个是大卫 我们先对比一下这三个人 首先呢 圣经告诉我们 哥利亚他的身高 有六轴 零一虎口 非常的高大 姚明站在他旁边呢 可能都是一个矮子 扫罗王呢 虽然没有哥利亚这么高 但是扫罗王呢 比众人他还是要高出一头的 也算是一个比较出重的身高了 那大卫呢 大卫当时 他是耶稀最小的儿子 所以他年纪太轻 他只是一个小木童 我们可想而知 他的身高 不可能高到哪儿去的 那另外呢 看看这三个人的地位 哥利亚有一个人拿着盾牌 为他在前面挡箭遮枪 那扫罗王呢 他贵为君王呢 他也有人给他拿兵器 而且大卫后来也是成为 给他拿兵器的人 但是大卫当时地位是非常卑微的 没有人为他拿兵器 反倒是他是为扫罗王拿兵器的 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三个人的装备啊 那哥利亚他这个圣经用了大量的 这个用了好几句话来描述他的装备 给我们展现了很多的细节 那总之一句话就是他的装备精良 他身上穿的那个铠甲呀 折合今天的我们的计量单位 就是57公斤 相当于一个人的这个体重 对这是他有非常强大的防守的 防御的武器 那进攻的武器呢 我们也看到上面告诉我们 他呢是有这个铜脊 然后他的枪杆呢 粗的就像织布机的那个机轴那样 而且他那个铁枪头有多重呢 铁枪头用今天我们的 我们今天人理解的概念 就是说有15磅那么重 他的武器是非常的精良的 那扫罗王呢 虽然没有哥利亚那么强悍的装备 但是总体说来还不错 因为扫罗王有什么 他有战衣 他也有铠甲 而且他跟哥利亚一样 他也是头戴铜盔的 而且呢他也有一个进攻性的武器 就是他有刀 那他的刀是挎在他的战衣外面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卫 大卫他有专业的武器吗 没有 他有什么呢 他有这个牧人的杖 那个 那就是一个木棍嘛 很普通的 对吧 然后另外呢 他呢又去这个西里面 捡了五块光滑的石子 还有一个就是 他有一个甩石的鸡弦 这就是大卫所有的了 那我们知道当时呢 就是刚才我们听的这段戏剧 圣经里头也说了 在五十节里面提到说 大卫当时手上是没有刀的 这是他们三个人所有的武器 另外呢就是 关于军事经验来说 哥利亚他是身心百战了 而且他应该是 之前是没有打过败仗吧 扫罗王呢 他的战争经验怎么样呢 扫罗王也是打败过菲利士人的 扫罗王也是有过 战士有过打胜仗的经验的 但大卫呢 大卫应该是没有军事经验 他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 好 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主要的三个人物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 这个在打仗之前 首先来看一看扫罗战前的反应 十七章的一开始告诉我们说 菲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队来 要来征战 那对于这场战争是 菲利士人发起的 他们是主动方 那对于扫罗和以色列军来说呢 就是他们是被动的 说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 这个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是这是一个不得不得不的 那现在呢 所以他们在以拉谷安营 百列队伍要与菲利士人打仗 那既然这个大敌当前 所以现在我们要来保家卫国 但是总体来说 这还是一个被动的色彩 那在十七章的一开始 我们就看到这个哥利亚 它是非常的可怕的 所以当哥利亚跑到以色列人的阵前来骂阵之后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就惊慌 极其害怕 好 那么我们看了扫罗之后 我们刚才也看到 以色列军和扫罗一样都是极其害怕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段的描写 圣经告诉我们说 说军兵刚出到战场 呐喊要战 马上要打了 这个就摆好姿势了 但以色列人和菲利士人都摆列队伍 彼此相对 这个时候呢 但以色列众人看见哥利亚之后的反应是什么 逃跑 极其害怕 逃跑 这个仗还没开始打 就立刻就大家做了逃兵 溃不成军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知道 这个大卫他因为很 好像看起来是很偶然的样子 因为他受父亲的这个托付去战场 去给他的哥哥们送食物 所以大卫呢就知道了 知道了这个双方的战事的情况 然后大卫呢也就问了一些问题 他了解到一些情况之后 好 现在呢就是大卫就想要来 去代表以色列军队 去跟哥利亚来战斗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对比一下大卫和扫罗 大卫在这个时候 他是跟刚才我们看到的 跟扫罗还有以色列军是不一样的 他是一个主动 他是一个很主动的一个态度 他说大卫对扫罗说 人都不必因那菲利士人胆怯 因为你的仆人要去与那菲利士人战斗 那在这里大卫是很有信心的 他的信心源自什么 他说他的信心呢是大卫对神的信号 那大家这些众人是为什么害怕 是因为哥利亚很强大所以害怕 但是呢大卫说人都不必胆怯 但是这个时候扫罗信不信大卫的话 扫罗显然不信 扫罗立刻就说 你不能去与那菲利士人战斗 为什么 扫罗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卫太年轻了 而哥利亚自幼就做战士 大卫呢又年轻又没有战争的经验 那但是呢大卫就跟扫罗介绍了他之前放羊的经历 他说服了扫罗 扫罗同意大卫去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扫罗还是不信的 但是扫罗在这里说了一句非常讽刺的话 扫罗就是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吧 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 耶和华的灵却已经离弃扫罗了 所以耶和华在这个时候他跟扫罗并不是同在的 扫罗这个时候还是不放心 那呢他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 把铜盔给大卫戴上 又把他的铠甲也给大卫穿上 那他这些呢 当然他是会出一个保护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是呢就是这也多多少少的说明 他对大卫的没有缺乏信心 但是大卫呢 他的信心来自哪里 我们来看大卫打仗之前他的信心 首先呢是在26节我们看到 就大卫当时在以色列军到 在里色列军听见这个哥利亚来骂阵的时候 他是很惊奇的 他就来问 他说这未受哥利的非力士人是谁呢 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 然后我们在37节也看啊 当大卫和这个来劝说扫罗的时候 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力士人的手 那所以扫罗就终于就同意他去了 那在这里我们也是看到 一方面我们看到大卫战前他的信心 同时呢我们也是看到他对神的认识 因为正因为他对神是认识的 所以他才可以信靠神 他可以信靠神 所以他才对打胜仗是有信心的 那接着我们再看打仗的时候 大卫的信心 那大卫和非力士人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脊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所以这里就是大卫有一个他的信仰上的宣告 他认识这位神是带领以色列军的神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看看以色列军 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以色列军 极其害怕逃跑溃不成军 好像是让人觉得是 这是一个让人缺乏信心的军队 但是如果你只看人的话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但是你认不认识到 说这个军队的背后 谁才是这个军队真正的元帅 当你的目光是在定睛在耶稣的时候 在定睛在上帝的时候 这个时候应该就会有信心了 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 他是带领这支军队的神 那大卫接着说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 我必杀你 斩你的头 又将非力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野兽吃 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这里有一个细节 就是刚才我们在对比三个人的武器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卫当时手上是连刀都没有 在这个时候没有刀的大卫 他对非力士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宣告 他说我今天必要斩你的头 所以这就是大卫有一个很大的信心 在没有刀的时候 他就已经向哥利亚预言说 今天我要斩你的头 用什么斩 而且呢大卫说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是要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 以色列中有神 神是与以色列人以马内力的 有神与以色列人同在 神必将非力士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 大卫还说 就是又使着众人知道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征战的胜术全在乎耶和华 他必得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就是我们这周要背诵的经文 大家好好体会一下这节经文 耶和华使人得胜 使人得胜的是哥利亚的刀和枪吗 不是 使人得胜的乃是耶和华的名 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 唯独耶和华神 好 那么我们也知道 刚才我们也听了戏剧圣经的这个经文 我们也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那大卫后来呢 就是通过鸡拳甩石甩出了石子 击中了哥利亚的额头 就是很轻松的就是战胜了哥利亚 那么一对一的这个 一对一的对阵结束了之后 现在两军要开始作战了 那么也就是这个战争的末尾的时期 我们看到非力士人 看见哥利亚死了以后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立刻就逃跑 刚才我们一开始是谁逃跑 是以色列人一看到哥利亚就逃跑 好 现在哥利亚死了 轮到谁逃跑 轮到非力士人来逃跑 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 起身呐喊追赶非力士人 很有气势 一直离路上杀了很多的非力士人 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 最后以色列人也是夺了非力士人的银盘 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这里我们刚才在一开始 我们对比了哥利亚 扫罗王和大卫三个人 我们对比的是什么 我们对比的是眼睛可以看得见的 他们外在的条件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想一想 就是有一些什么看不见的 我们来思考一下 首先哥利亚 她是不认识耶和华神的 她是有她自己的神 那她当时呢 也是跟大卫在打仗之前 她也是指着自己的神来咒诅大卫 所以哥利亚她有自信 但她的那个自信呢 是建立在她自己的装备精良 自己的作战经验 自己的身材高大 这是一个人的自信 就是self confidence 扫罗王呢 扫罗王对耶和华 他有没有经历 他有 他耶和华也曾经代理扫罗王 打过胜仗 战胜过费力士人 但是扫罗王呢 我们知道 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了扫罗 但是扫罗王就是说 他是没有自信 一开始我们看到他惊慌 极其害怕 所以哥利亚的这种人的自信 扫罗在这里扫罗是没有的 那扫罗王有信心吗 扫罗王显然也没有 对耶和华的神的信心 那大卫是谁 大卫对耶和华神 是平日里大事小事所事 都在不停地经历 耶和华神的恩典的 大卫是很明白 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所以大卫他对耶和华神 就有坚定的信心 他说 在诗篇23篇当中 他说 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杆 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沿袭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诗篇当中 还有很多大量类似的诗歌 那也都是在 大卫借着 许许多多的经节 在诉说着 他对神的认识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大卫他的信心 是建立在 耶和华身上的 他是认识 以马内力是怎么一回事 他知道神与他同在 扫罗就相反 他不知道 扫罗也缺乏人的信心 哥利亚他只有人的信心 却没有对神的信心 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 耶和华是谁 可不可以麻烦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来思想一下 耶和华神的属性 那圣经当中 告诉我们 耶和华神的属性 有许多了 那我们就是 在十七章三马记上 十七章这一章当中 我们看到 其中有六个属性 就是大卫 通过大卫的宣告 我们可以看出来的 大卫所认识的 耶和华 第一 同在的神 大卫平常经历 他在 他在放羊的时候 他有遭遇狮子 有遭遇熊 这个时候 耶和华拯救他 他体会到了 耶和华与他的同在 另外呢 在大卫在 问菲利士人 这个哥利亚是谁的时候 他也说到说 他怎么敢向 永生神的军队来麻镇 永生的神 我们的这位主 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主 他现在还活着 而且他要永远地活着 另外呢 就是拯救的神 大卫有说到 这个 他曾经 耶和华怎样救他 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所以 他也必将 必将拯救他 脱离哥利亚的手 他认识 哥利亚是拯救他的神 同时他也是带领的神 半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军队是谁在带领 最终是 耶和华神在带领着 以色列军队 还有就是 他是掌权的神 大卫的宣告 胜败 全在乎 耶和华 并且他是 得胜的神 我们今天 我们看到这个大卫 还有以色列军 最后的得胜 我们也是感到 非常的鼓舞 这是一个看上去 力量相差非常悬殊的 这真的是一个神迹 如果这不是神迹 什么是神迹 是吧 那么 所以大卫 在一开始的时候 刚刚到了战场的时候 他就说 人都不必因那 非力士人胆怯 好 那么 我们想一想 我们今天 我们也是生活在很多的 无形的战场当中的 可能你是做生意的 山场如战场 那么 除了你的平常的这种工作之外 还有 生活 你的灵修 我们也在一些 鼠林的征战当中 我们可能会有 许许多多的敌人 然后其中很多呢 都是像哥里亚这样的巨人 那么我想 也想问问你们 今天你们的巨人是谁 你害不害怕 其实对于人来说 害怕呢 是一个 很自然的反应 如果就是你想不到 神的同在的话 或者说你忽略到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是很健忘的 前一段时间 经理传道 刚在我们当中 跟我们讲了 这个鼠林的健忘 我们很多时候 这就是我们的光景 所以 我们可以反反复复地看到 就是说 在新约当中 主耶稣他也经常来说 不要怕 他对谁说 首先他对门徒说 他对彼得说 说不要怕 当主耶稣刚呼召彼得 和西门彼得 还有安德烈 还有约翰 等等几个渔夫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们撒网打鱼 打不到鱼 后来主跟他们同在 他们去打鱼 一下就打到了157条 那次不是 打了许多的鱼 网险先炼开 彼得在这个时候 彼得的反应很奇怪 彼得突然对主耶稣说 说 主啊 离开我吧 因为我是一个罪人 那在这个时候 耶稣怎么对彼得说 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彼得要得人 如得鱼了 那还有一个 就是圣经当中记载的 就是在 耶稣平静风浪的那段里头 当时这个船险些都要翻了 门徒也非常的害怕 那么耶稣 抱歉 是在这个 在平静风浪之前 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那当时呢 就是门徒 因为不知道 对面来的是耶稣 所以当时他们也是很害怕 以为是什么 以为是鬼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不要怕 还有耶稣也反复地 对身体 对门徒 教导门徒说 那能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还有在这个 亚鲁 他的女儿要死了的 他的女儿已经死了的时候 刚刚死 这个时候呢 就是耶稣对亚鲁说 说不要怕 只要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我们知道后来 耶稣让亚鲁的女儿复活 还有就是保罗 保罗当时呢 就是我们也知道 他在离开耶路撒冷 然后他在这个小亚西亚 以及欧洲 四处去传主的福音 那他保罗在这个 传福音的这个路 一路上也是遭遇了 许多的患难 那有一次主就在意象当中 对保罗说 说不要怕 只管讲 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并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 我有许多的百姓 因为有神的保护 有神的同在 所以保罗 你不要害怕 那么 对于我们来说 很多时候 我们会觉得害怕 我们知道撒旦一般就是 对打击基督徒 就有两个套路 一个就是威吓 威吓你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诱惑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因为诱惑跌倒 那么 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对于 我们面对的各种危险的时候 对我们就是三个字 不要怕 对于诱惑呢 还是三个字 要警醒 那么 在旧约当中 也是有大量的经文 就是 神来告诉我们说 不要怕 有很典型的 其中一个 以赛亚书 四十一章一时节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益的右手扶持你 就是弟兄姊妹 我想问问你今天 你有没有 如果是学生的话 你有没有考试的压力 你有没有升学的压力 你害怕吗 如果你是要马上毕业的大学生 现在尤其是像计算机行业 我们在加州的体会 特别的明显 你害不害怕找不到工作 如果已经在职场上的 你害不害怕失业 尤其是人到中年 中年危机 还有很多的贷款要付 是吧 然后家里上游老 下游小 都在指望着你 但是 突然有一天 人事经理来找你约谈 可能你要面临一个裁员 你是不是很害怕 或者创业的 可能你的公司要面临破产 我想最近大家都看到新闻了 现在美国有多少银行倒闭 你害不害怕 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有许许多多 让我们害怕的事情 但是 就是 你怎么样能够不要怕 就是你的信心 要建立在耶和华时那样 大卫已经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榜样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 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 彼得当时很兴奋 彼得说 他也想要在海面上走 那耶稣就让彼得来走了 那彼得 有没有走成 刚开始走成了 因为那个时候 他走成的秘诀是什么 他定睛在耶稣身上 可是呢 没多久 没走几步 彼得就害怕了 彼得为什么害怕 因为彼得去看环境 看周围的环境 风浪很大呀 很快彼得就 不行了 哎呀 主耶稣啊 救我 对 所以你的秘诀是什么 秘诀就是 定睛在耶稣身上 信心是叫建立在耶稣身上 对 如果不然的话 如果观看环境 今天经文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如果没有 如果是没有神 如果不认识神 你看到的就是 哥利亚强大的装备 你看到的就是 他百战百胜的作战经验 大卫 你看到的就是 他们连个刀都没有 然后他年龄那么小 身材那么小 对 但是我们看不见的 这位神 我们要敬畏的是一位 眼不能见的神 这位神 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 他没有与 哥利亚同在 他同在的是 大卫 他同在的是 以色列人 所以如果当你 坚定地相信说 这位神 是与你同在的话 那你的 你就知道 你不必胆怯 不必惧怕 那么 我们刚才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提到 就是张德培的这场 世纪大战 那其实呢 我们知道 我们通常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喜欢说 这位神是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当然今天的这段经文 也给我们看到 他也是大卫的神 但是好像说起来 这些古代的人 离我们都非常的遥远啊 所以今天一开始 我跟大家讲了 这个张德培的 这个法网的这个故事 他就是生活在我们呈现的 就在加州呈现 他的家里我们教会 可能开车也就 大概二三十分钟就到了吧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你可以看到吗 以马内利的神 他就是跟 今天的信徒同在的神 他也跟你我同在 你今天在面临 许多多的难处的时候 你要想到神的同在 把你的信心 把你的安全感 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 而不是建立在 你自己身上 不是建立在 你自己的前台上 不是建立在 你自己的能力 你的学历 你的工作经验上 那么你不必惧怕 所以最后呢 我也愿 弟兄姐妹 因为信靠耶稣 所以不必惧怕 今生坦然无惧 天家 安然建主 感谢这位以马内利的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借着 大卫击杀哥利亚的故事 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 主 你是以马内利的主 你与我们同在 你与大卫同在 今天你也必将与我们同在 主要当我们面对 我们人生当中的哥利亚的时候 主要愿你的圣灵 一次次提醒我们 要我们不要健忘 你曾经为我们 行了许多的大事 我们也相信 你必要一天天地带领我们 度过今后的每一天 我们的明天都 都掌管在你的手中 不是掌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主要 让我们信靠你 因为你是带领了神 你是万君之耶和华 你不仅是以色列人的元帅 你今天也是我们的元首 而且你是得胜的神 主要让我们在日常当中 像大卫那样 大事小事甚至琐事 都不断地经历你 不断经历你的恩典 让我们在我们的 许多的小事上都认识你 也逐渐借着我们 对你这样的认识的经历 让我们更认识你 所以才能够将我们 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主 如你的身上 让我们来信靠主耶稣 所以靠着主耶稣 我们就不必惧怕 因为你已经得胜 你早已得胜 主啊 感谢赞美你 我们谢谢你吹听我们的祈求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而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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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